这是1936年的一座血汗工厂 每天上班的钟声响起后 男主卓比林和其他工人 都要排着队进入工厂上班 跟浑身有期 忙着拧罗斯的员工不同 工厂的老板此时正坐在金门的办公室 翘着二郎腿看报纸 等到今天的报纸看完 他就会打开眼前的监控器屏幕 通过监控查看各个车间的工作效率 很快老板就发现卓比林所在的车间效率有点慢 立马就拉响了相应的警报 紧接着流水线就开始加速 本来就卯足了尽头拧罗斯的卓比林 瞬间变得手忙脚乱 为了跟上流水线的进度 卓比林只能低着头拼命地加速 就连苍蝇飞到自己的脸上 他都抽不出空理会 只能请求路过的同事帮自己驱赶 好不容易撑到了换班的时间 卓比林将班手交给了工友 可他的手仍然在习惯性地做着拧罗斯的动作 好不容易有了休息的时间 卓比林赶紧跑去卫生间 准备抽盒烟放送一下 谁成想一根烟还没有抽完 他就被无良老板发现 直接现身将卓比林骂了回去 不久后 一伙人推着一台卫视机 来到老板的办公室 他们没飞色舞地给老板介绍这款新产品 说用上这个产品 老板的工人们可以在吃饭的时候继续工作 每天都能多剩出两个小时的工作时间 老板听了很感兴趣 直接喊来卓比林实验这款新机器 谁成想机器刚运转没多久就出现了故障 玉米棒子在卓比林的嘴巴里疯狂旋转 差点就把卓比林的嘴巴当成了自动脱离机 眼看着卓比林光顾着脱离 玉米一口都没吃进去 工作人员停止了机器运转 调试一番后进行了第二项实验 喝汤 结果自动倒汤的装置把控不好距离 直接把汤倒在了卓比林的胸口上 随后又贴心的帮卓比林擦了擦啥都没有的嘴巴 这下工作人员彻底慌了 赶紧拆下螺丝水手丢在盘子里 打开后盖准备紧急维修 没想到机器越修越蠢 竟把螺丝塞进卓比林的嘴巴里 讽定了这款机器 下午上班后 老板嫌弃中午吃饭耽误了太多时间 再次下令加快流水线的速度 卓比林双手飞速运转 还是跟不上速度 无奈之下 只能趴在生产线上拼命的拧 最后直接被生产线送进了机器内部 到了这里 卓比林仍然见了什么都将拧 班长害怕卓比林弄坏了价值连城的设备 赶紧倒转机器将它送了出来 谁承想 此时的卓比林在重压之下出了精神问题 见到任何的原型物品都想拿班手拧一下 他先是拧了几个工友的鼻子 紧接着又盯上了老板秘书的屁股 只因为他的屁股上有六颗扭扣 秘书吓得玩命奔跑 终于在工厂门口 卓比林找到了可以代替扭扣的消防栓 他立马移情别恋 对着消防栓一通拧 眼瞅着消防栓就要被他拧得爆僵 因为胸前缝了两颗扭扣的中年大妈走了过来 卓比林立马魔争了一半 威武着两个班手就冲了过去 吓得大妈嗷嗷叫着逃命 终于引起了警察的注意 眼瞅着警察追了过来 卓比林这才掉头逃回了工厂 回到工厂后 他仍然没有恢复正常 疯疯癫癫地在工厂里一通破坏 老板干脆叫来了精神病院的救护车 当场把卓比林送进了精神病院 他的精神病院一住就是两个月 等到他痊愈出院 才发现世界已经变了天 经济危机袭来 原本的工厂已经倒闭 到处都是关门的商店和游行的午夜游民 丢了工作的卓比林意外在地上捡起了一杆鞋子 下意识地唱着国际歌加入了游行队伍 突然一群骑着马的警察冲了过来 人群立马四散奔逃 卓比林身材矮小 被人留起来寄去 不小心掉进了下水道 等到他再爬出来 街道上就只剩他一个 警察立马围上来 把他当成主犯抓进了监狱 与此同时 只七八岁的年轻女孩宝儿姐 正带着弟弟妹们们在码头上偷香蕉 原本他这个年纪应该坐在窗面紧性的教室里 学着各种先进知识 带和经济危机让他的父母忧失了工作 他的母亲又因为没钱治疗 一年早逝 家里除了他还有两个七八岁的妹妹 万般无奈之下 宝儿姐只能带着妹妹去街上偷东西吃 正所谓乌漏偏逢烈夜雨 这天宝儿姐的父亲 在一次游行运动中意外中枪 当场领了盒饭 很快社区警察就上了门 准备将宝儿姐和妹妹们送进孤儿院 不愿意失去自由的宝儿姐 干脆趁着警察不注意逃了出去 另一边 在监狱里生活了半个月的卓碧林 日子过得无比放松 在这里虽然没有自由 但也不用每天加班宁罗斯 这天吃饭 一位神通广大的囚犯弄来了一份神药 害怕被预警发现 干脆把他们倒进了调料罐 不知情的卓碧林拿起了调料罐 对着自己的盘子撒了二两 地旁的囚犯心疼的干产 却又无可奈何 等到午餐结束 卓碧林就已经上头了 在回牢房的路上 他慌慌悠悠的走错了路 等到他重新回到牢房 却发现监狱里 多了三个持枪劫狱的奸阳大道 喝了药的卓碧林 丝毫没有感到害怕 左躲右闪 竟如黑客帝国里的救世主一般 轻松闪躲了所有子弹 他又挥舞着小拳拳 蒙吹三名劫匪的脸蛋 成功帮着监狱长制服了劫匪 领导得知这个消息后 当场决定提前释放卓碧林 临走前还给卓碧林写了一封推荐信 希望帮助卓碧林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真别说 领导的推荐信非常的有用 很快卓碧林就找到了新工作 奈何工作了两天后 卓碧林忽然意识到 每天996的拼服报 只不过能混个温饱 真不如回监狱 每天不但能吃饱 还能和育友聊聊天 先到这里 卓碧林干脆死掉了工作 穿好衣服准备回监狱 半路上恰好碰到了恶吉眼 偷了一块面包跑路的宝儿姐 两人撞了个满怀 彻底耽误了宝儿姐的逃跑时间 不久后 警察和面包店老板就追了上来 正想着怎么回监狱的卓碧林 当场表示 面包是自己偷走的 警察立马带着卓碧林返回警局 只成想 半道上又被围观群众来了下来 他们纷纷告诉警察 卓碧林是无辜的 刚才那个小女孩才是偷面包的贼 警察只能当场释放了卓碧林 再回去抓宝儿姐 眼瞅着自己的入狱计划落空 不甘心的卓碧林 干脆走进一家豪华餐厅 吃了一顿价值一年工资的霸王餐 就这样 宝儿姐和卓碧林 又在去监狱的警车上碰了面 从未见识过监狱好处的宝儿姐 惊恐无比 已经哭刮了脸 在半路上找到了机会 就拼命挣扎 卓碧林担心宝儿姐受伤 就尚请帮忙 结果一个颠簸 远而和警察都掉轮了下去 警察被押在下面 当场晕了过去 宝儿姐则带着卓碧林赶紧跑路了 他们一路跑出去好几条街 累得大汗淋漓 这才在路边坐下休息 恰好看到一段暗暗的中产夫妻 一边住着豪华的大房子 一边狂洒狗粮 跑去养了的二人 就这样进入了美好的幻想 在幻想的世界里 卓碧林喝饱儿姐 也拥有了豪华的大别墅 和精致漂亮的新衣服 院子里种着一棵 永远摘不完的葡萄树 轻轻一拽 就有新鲜的葡萄吃 他们的家门口 养着一头肥状的奶牛 每天都有喝不完的牛奶 可惜美好的梦境总是短暂的 一名巡逻的警察推行了两人 吓得有安迪的他们 赶紧手倾着手跑路了 为了实现梦中的美好生活 卓碧林和宝儿姐 决定找个安稳的工作 一点一点攒钱 恰好百货商场的收货员摔断了腿 卓碧林赶紧拿着领导写的 推荐信前去应聘 终于找到了一份工资不错的工作 等到晚上其他人都下班后 他就把宝儿姐喊过来 请他吃起了白天剩下的糕点 睡到了商店里的样品床上 只要明早上班前 宝儿姐起床离开 那就没有问题 谁承想商店里半夜 进来一伙劫匪 在发现卓碧林后 劫匪们下意识地就开了枪 结果子弹打穿了商场的酒桶 莫名其妙喝了一肚子酒的卓碧林 一把就晃悠起来 这时其中一名劫匪认出卓碧林 是自己工厂上班时的工友 赶紧走上前 捂出卓碧林的手 解释说自己也想做个好人 麦克实在太饿了 这才铤而走险 出来抢百货商店 正思为工友兼工友 两眼泪汪汪 卓碧林很快就跟劫匪 成了好朋友 四个人搂着膀子 搁了一宿 第二天凌晨 三名劫匪回家了 喝多了的卓碧林 却睡在了货柜上 就这样 倒霉的卓碧林 因为坚守自盗 进了监狱 十天后 卓碧林终于出狱 反而姐立马带着她 来到了不久前 发现的一栋废宅子 这里虽然残破 到底算是有墙有乌 两人在这栋房子里 对付了一宿后 卓碧林怀着 对未来美好的期待 应聘了一份流水线的工作 奈何卓碧林 最近总是走辈子 上班没多久 就把厂长给卡进了纸轮里 搞得厂长五官都吃不了 全靠卓碧林 一口一口投喂 好不容易挨过了第一天 领导去通知他们 这个工厂的工人 正在闹罢工 因此卓碧林 明天也不用来上班了 要说这人倒霉起来 喝水都在呀 卓碧林回家的路上 一不小心踩翻一块木板 木板那头的钻头 就这样飞出去 砸中了警察的后脑勺 警察当场给他抓了起来 呦呦呦呦 入狱的卓碧林 连狱警见了他 都反得要命 很快就找了个理由 将他放了出来 好在宝儿姐 趁着他入狱的几天 在一家音乐餐厅 找了个服务员的工作 卓碧林出狱好 也跟着来到餐厅当服务员 谁诚想事业刚有点起色 两名警察就冲了进来 是要逮捕越狱 求犯宝儿姐 两人没办法 只能再次跑路 在挫折的折磨下 宝儿姐彻底丧失信心 自暴自弃的 准备继续小偷生涯 卓碧林赶紧给他 夹腰打气 告诉宝儿姐 城市那么大 一定能找到 他们两人的容身之地 因此无论遇到什么困难 都要保持微笑 因为爱笑的女孩 运气总会好一点 说完就牵起宝儿姐的手 坚定地走向了 那个代表希望的远方 至此 选剧中 《摩登时代》 是喜剧大师卓碧林 1937年的末剧作品 在那个年代 电影其实具备了 配音配乐的技术 但是卓碧林大师 还是选择了自己 最为熟悉的末片 来表达这部 承载了信念的电影 在电影中 他给观众们 生动地展示了工业时代 百姓被资本家压榨后的 可怜生活 同时他也用 电影人物的经历和行动 向观众们表达了 无论遇到什么困境 都要保持希望 和微笑的生命真谛 一部好的戏剧电影 总能让我们笑着笑着 就流下了莫名的泪水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说到这里 喜欢我就关注我 我们下期再见